三国演绎第26回 原本初百兵折将 观云长挂印封金 书界上回 却说袁绍听说是一个向关羽的人杀了颜良 恼羞成怒就要斩了刘备泄愤 刘备从容说道 天下长得像的多了 仅凭面貌就断定是我二弟了 这番话 袁绍又信了 然而颜良也不能白死啊 这时候文丑站出来了 拍胸壶就要给好兄弟颜良报仇 袁绍很是开心 就给了文丑十万兵 还派了刘备和文丑一起去 其实刘备才不管文丑怎么地呢 他一心只想找到自己的二弟关羽 而曹操那边也是设好了埋伏 让文丑钻 张廖续晃前后一通假计 文丑再厉害也只能退避三射 然后就在此时 关羽提刀飞马而来 赶上文丑 脑后一刀 就将文丑也给斩下马来 跟在文丑后面的刘备可是看得真切 哎呀 这真是我二弟呀 他正激动的要上前相认 可惜曹操大队人马来到 刘备也只好收兵回营 这回郭图沈佩他们都看到了是关羽杀了文丑 刘备你也就没啥好说的了吧 不过刘备却准确道出了曹操的真实意图 我的袁绍公 曹操让关羽杀炎良文丑 其实目的就是让您杀我呀 再说了 我可以给关羽写信 他知道我在这儿 一定星夜来到 我们俩共同辅佐您 这不是好事吗 袁绍一拍脑门 对呀 我要是有了关羽 可胜过炎良文丑十倍呀 说吧 连忙让刘备写信 且说曹操这边连胜之后自然开心畅快 大家一起喝酒 有人来报 汝南有流屁拱都算是猖獗 关羽就上前请命 剿灭这两人 来到汝南 关羽安营扎寨 还没打 先抓住了戏作 关羽再仔细一看 有何 这是孙前呢 更让关羽激动的是 他从孙前那里听说 兄长刘备 现在就在袁绍呢 关羽冷静下来 转念一想 自己杀了袁绍两员大将 这这这 这怎么搞啊 于是孙前先去袁绍那 谈听消息 而关羽呢 第二天对上了刘夕 拱都 谁知道刘夕拱都早就投了刘备 镇前悄悄对关羽说 雇主之恩 不可妄言 关羽当然先领神会 装模作样打了一番 也就急忙忙的回去了 回到许都 关羽就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 此时恰巧 接到了刘备的书信 说是 如果关羽想要取功名 图富贵 他刘备 愿意献上自己的 向上人头 关羽 委屈的大哭 这人生天地之间 无忠实者 非君子也 我现在就去辞行 曹操心知肚明 连着好多天 曹操将府高挂回碧牌 关羽根本没机会去辞行 啥 不让我当面辞行 那我就写封信辞行吧 于是关羽留书一封 将之前曹操赏赐的金银 都封在副库之中 又将曹操赐语的 汉寿亭后印挂在堂中 就这样 关羽带着二位嫂嫂 一路寻刘备去也 这一回中 我只吐槽一句话 那就是袁绍的那句 乌得云长 圣炎良文丑 十倍也 我想 如果炎良文丑地下有知 应该会骂袁绍 是个没良性的混蛋 自己都战死了 袁绍竟然还去想 得到关羽 会如何如何 可见 袁绍根本是把部下 当成了使唤的工具 工具没了 再换好的就是 反官曹操 死了点围 他哭得是稀里哗啦 搁了一年又过浴水 还特意前去祭奠 就算是心向刘备的关羽 曹操也是极力笼络 我想 袁绍和曹操之间的战争 在这样的对比之下 结局应该已经注定了 不过现在 关羽还是走了 曹操又会有怎样的应对呢 咱们下回分解 事实上是否更衡的 优优独兇